好 真是人家 真是條款密密麻麻 不一定能會把它看完 因為那個很堅塞 法律用語 那我要再請教佑律師 禁止在房內自殺 是一個很很特殊的規定 其他甘布庫有什麼東西 是我們沒去注意到的 其實通常你 我覺得一般人會比較miss掉的條款 就是說你在租賃 那個期間到期的時候 你後續要怎麼處理的問題 譬如說很多 像大部分的房東都會要求說 譬如說我租期到了 就馬上要搬走 如果你沒有搬走的話 第一個你可能在沒有租業狀態 繼續使用 那個違約金有的房東 會把你訂得很高 對不對 這個時間就要小心 你就要注意看 或者是說你沒有搬走 那你剩餘在租賃屋裡面的物品 你的房東其實通常都約定說 我就幫 當廢棄物處理 就把你 也不通知 你就把你丟掉了 或者是說你 你在那個租賃期間 有沒有 如果你有那個任何損害租賃屋的 那個行為的話 他也會科你的違約金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房客 其實真的要注意 要多看 要不然有時候賠償會很高 是是是 那小燕老師 你有那個特殊體質 你覺得說去什麼地方 你讓你覺得說 因為他說他的朋友來 這個都會頭昏 都會不舒服 通常就是如果依我的經驗 如果說有時候平常去幫人家看風水的時候 一進到那個屋子裡面 或者是可能到一般朋友家 只要進去的時候 第一個 如果說感覺第一個 一般最常見的是頭昏幕穴 第二個部分 你會覺得說好像會有很噁心的感覺 他另外一個現象就是聞到很奇怪 那種譬如說像死掉老鼠味 或者是臭鋪臭鋪鼻 那種感覺部分 你就知道說有些不乾淨的地方 在那個地方 然後還有就是如果說 像最常見的 有些不是會帶狗狗寵物的 如果他在狂廢的部分 那是最常見 就代表是說 那個地方裡面可能就會有 就是無形的比較不乾淨的 低頻的那種 狗狂廢 對 狗狂廢 對 還有就是老鼠味 就是那種 虎肉味 虎 虎對 然後就是那種 譬如說像發霉發臭的這種味道 他可能很明顯 就在凝聚在一個地方 那基本上就通常都不要 就不要進去豬了 那另外一部分 就是你進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身體的 譬如說 如果說可以感應到比較 因為我們身體的皮膚 或跟細胞 他其實都是會有 會有連結到你大腦 所以就是你如果進去起雞皮疙瘩 那代表是很陰很寒 那是不一樣的那種能量 磁場跟你之間是排斥的 還有另外一種 雞皮疙瘩的地方 可能是很冷 也不是 就比如夏天 突然間莫名其妙 就覺得除了第一個是被擊發涼 那另外 對 很寒 那另外一部分 就是有比較少見的 有些人他可能他的 他的直覺 或者是感應的部分 他會比較敏感 他的敏感到一個狀況就是你覺得你的磁場坡 好像跟你有一種電磁坡 會刺 會刺 那個強烈刺的部分 也代表那邊可能好多個 對 很多個 但他有分那個等級嗎 有 如果說假設他的 可是在裡面自殺的 因為我們曾經就看過一個風水 他裡面 他就是磁在家裡面 那我們進去 他就是鬥了 不要在那個地方 那他就進去的時候 他完全那個空間 好像就很多次一樣 他在裡面當中 他還會有幾個能量廠 在那個地方 就是那種比較無形的 可是這個東西 就是當你身體健康很好的時候 你就覺得他跟你的磁場是 那個引力是會彈開的 你是不舒服的 對 我跟朋友作為 朋友 我們就沒聽到 朋友說有皮的香的味道 香的味道算不算 香的味道 可能是一般 如果是一般的阿飄的部分 很好兄弟 是不會有香的味道 通常那是什麼樣的 那是樓下拜拜 樓下拜拜的黨都會品嘴 就是說有些人有聞到 有些人 多數人都沒有聞到 好像說是神明吧 對 神明 神明 或者是祖先 或者是說他 對 可能就是家裡的香火 比較好的 譬如說祖先的那個香的味道 有一些還會聞到花香 那當然能量成 他都是比較高頻的 對 是比較不一樣 所以品嘴香的味道是比較好的嗎 是比較好 代表著說他你身邊 可能會有隨時 就是你的信仰的神來跟著你 或者是說那邊地方本來就有了 對 OK OK 好 那十位你說媽媽和你去看家 去三年寶 其實我媽跟陳佩琪的個性蠻像 我覺得天下媽媽都一樣 我們要走路時事了嗎 對 我們走路時事了 其實媽媽都希望兒子趕快買房子 好 那我們家兄弟都買 只剩我沒買 所以他就會整天說 你買房子了沒 你趕快去看房子 今天去看房子 我給你錢 你去看房子 這麼好 一樣嘛 對不對 不是一樣嗎 我要買一一二 就有媳婦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壓力都很大 你也買一一二的 我們就是一百二十塊 就是我那時候沒有錢的時候 我就跟媽媽講說 我現在沒有錢 我現在一個月只有多少錢 所以算起來 我只能夠花多少錢的房貸 我沒有辦法買房子 所以你要給我再一點時間 沒關係 你買了 你大時候生小孩子我幫你戴 媽媽都這樣講對不對 好 都是先騙再說這樣 可是那一次這樣子 就是好啦 硬媽媽的要求 就是網路翻一翻 找到一個三重的一個房子 中古屋 其實中古屋沒有不好 那那間我看看覺得 好像還可以 沒有開燈暗暗的節能環保嗎 大樓嗎 大樓 中古大樓有電梯的 好 乾乾淨淨的 然後裡面也就是很普通 就是什麼家具都沒有 我覺得這應該裝潢一下 空腳可以住就對了 空腳可以住了 買個油漆一下 就可以直接住了 然後我媽看完就覺得 這不行 然後越想越不對說 這不行 我說什麼不行 這房子我買得起 什麼不行 他說門口有個三太住 我想說哪有三太住 我根本沒有看到門口貼任何服 我怎麼看不到服 他說就是門口有個三太住 這個房子你不能買 媽媽看得到 我媽當然 他有一個那種動機身的體制 所以他可以看得到這個東西 但是他沒有去做這個工作 就是為了自己小孩 他可以 因為這個會耗能量 看到這個東西會耗能量 所以對於他不是很好 然後他說看到了 所以這個房子就不能買 然後我就問房東說 這房子怎麼樣 他說也沒說什麼 只是後來我去查一下 三重很多拜三太住的 或是說以三太住 就是挪詐為信仰中心的 比如說驅除附近的惡魔 所以怕塞鋒輝輪的 就是三太住 塞鋒輝輪 那他有可能是 因為可能這個房子比較 比如說他有信仰 屋主是他的信仰 他的黨籍 或是他的義子 很多人是找三太住做義子 然後可以長命百歲 有一種習慣是這樣 所以他可能是門口三太住 幫他護著 或者說這個房子 可能以前因為住了一二十年 有些什麼風風雨雨 所以來個三太住 鎮著一面 外面的邪魔能夠進到家裡面 總之有個三太住 但是呢 我媽覺得這個房子可能有問題 所以如果有這個東西 就先不要碰 不然你還要找法師 去把它解掉 就很麻煩 所以你知道嗎 很多我媽就說 你以後就買新房子 不要買這種古 但是我心裡想的是說 新房子現在這時候的建商 其實我們以前當建商 就是這樣 我們在挖地基的時候 我們很怕挖到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粉木 一個叫做古樹 因為古樹就是很久以前的那種 巨很大的那個木頭 都沒有爛掉叫古樹 那古樹能夠挖了放那麼久 沒有爛掉表示這一塊地 可能有什麼一些 有些誰在護在那邊 所以如果你去驚動他 對這個房子的運勢 或是平安度都不會很好 那墳墓呢 你要知道臺灣倒數 以前都是種田 所以墳墓倒數亂方 也是很正常 可是挖到了墳墓 他是誰的也不知道 所以一定是不平安 所以蓋房子的時候 如果不小心挖到了之後 這兩個東西建商也不會講 可是通常呢 隨時來的可能就是 比如說公安意外 比如說發生什麼特別的狀況 或是這個社區 就變得很冷清 就是奇怪 沒有人來租 也沒有人來住 買賣也不是很順暢 然後社區也不是很平靜 就大家很冷漠的對待 都會有這個結果 好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